好 OK喔 就这样子喔 现在没有两个一座就知道了 没有 现在一座一座 对 有历史有古迹 还有人潮那样子 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小镇 也很有历史 那我们很多人在这里住的人呢 都会觉得说应该淡水可以有更 属于自己的一个艺术节 或者是很特色的东西 由军民共同打退法军的战役 正是王荣誉眼中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 而演出地点 护尾炮台公园 也就是当年的主要战场 所以这里是有清军驻扎的 他们是隔着前面那个小水沟在打 那样子 是有这样子的 一开始是炮风的 因为以前的海岸线没有这么的远 连海岸线都很近 1884年10月8号 法国军舰一步步逼近沙龙海域 这是历史上的侵法战争 125年后的今天 细在返传说即将在原地上演 像你当年来还没人的你 那个现代人干嘛跑进去 时光交错 蔡盈画起了烙腮糊 今天她要扮演不是海盗 而是抵御法军的清兵 共产不违 法党法兰西 世事不退 共产不违 世事不退 共产不违 世事不退 各位学校 好爱我们的高红 来跟别 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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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英雄 这是清末对外战争中少数胜利的一场 西载反是历史 也是淡水人共同的记忆 西载反的历史因为被重新扳演而再次绚烂 但是从往日繁华中悄然身退的重建街却隐身在妈祖庙旁前途未卜 找老淡水找不到 它只有吃鱼丸跟阿润 它只要转个弯 就另外一个天地 不同于淡水街道的热闹 走在僻静的重建街里 像是来到另一个世界 不过这条又小又陡的街道 在早期可是一条熄来攘往的主要道路 淡水的整个的商业俱乐发展 是以马祖庙座为中心 然后向两边 特别是向上面上坡发展 这个上坡就是重建街 然后后来延伸到清水街 那重建街是一直联系到北淡水广大农业地区 那些农产品就是靠着重建街这一条路 输送到这个胡佑宫前面的码头 在那边交易 集散中心 所以重建街变成淡水的思路 这些货物沿街而下 来到码头交易 但是随着淡水港的没落 1901年火车淡水线开通后 运输重心移转到了中正路上 也就是现在的老街 比起妈祖庙前的人潮 重建街显得人车辽落 虽然繁华不在 却因此而保存了早期的聚落样貌 农天街 清朝时候的那个建物跟空间 就是在这张道边可以呈现出来的 那当然当时的这个阶梯现在已经变成 水泥铺面已经变成斜坡了 那以前的房子很特别就是说 因为它是斜坡 所以它房子我们要盖平的 它变成一阶一阶的 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 每一个房子跟隔壁之间 是有一个好像阶梯一样 一阶一阶上 这也是我们重建建筑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这些地方看不到 这段属于过往的美丽 却因为道路拓宽面临拆除的隐忧 那拓宽之后 它要衔接到上面这个 这条小路它要衔接这条 所以这条路会被拓宽 拓宽就压缩到这条重建街 重建街将来我们站的地方 可能剩下不到一半 今日的淡水星市镇 多的是一栋栋向天空 不断延伸的高楼 淹没了气息微弱的老建筑 那淡水其实是非常丰富 有新有旧 有西洋 有传统中国的 也有日本的 那那么多也那么丰富 那汉人的聚落 这个元素不要把它拿掉 老街旧屋 伴随着户伪的过往 来到现在 只是重建街的样貌 能不能挽留得住 走过通商口岸的繁华 经历青霸战争的炮火 今日的淡水在捷运通车后 带来了无数的观光人潮 游客来到淡水买东西吃东西 各式各样的特产应用而生 其中有一项发展成具有在地特色的产业 以前我们讲说 6个刷够不拖 淡水鲨鱼太多了 吃过来 这种鱼很多了 现在的鱼丸 几乎都是机器大量生产 在这间博物馆里 还看得到手工的制作方式 这个造假是应该要慢慢地敲 有节奏地敲 然后一边唱歌 这样才打得下去 打了没多久 鱼肉的粘性 让老板的动作越来越费力 打到发亮 打到它这个表面会发亮 变白发亮 现在还没有变白 现在还是跟本来颜色有点像 根据传统的做法 这些原料至少要锤2000下 我们挤的时候是一次 两次 三次 圆了以后再把它挖出来 昔日热闹的鱼港 现在是黄昏散步的好去处 随着鱼业的没落 海面上几乎只剩下来往的游船 鱼获的盛况 已不复减 淡水鱼丸的原料来源也有了改变 因为我们这边的船没有去抓鲨鱼 抓了鲨鱼没有办法跟南部的竞争 南部他们生产鲨鱼成本比北部低 所以变成你全部都要到南部去买 一颗鱼丸倒进了淡水的雨夜兴衰 一座小镇 数百年之间 洋人来了又走 炮火在这里响了又灭 从户尾到淡水 这里一直是各种文化来来去去的城市 而这些足迹都将为金色淡水留下千万风情 咦 咦 咦